昨天 中国女排队员们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表彰大会 我们看到了袁新岳 龚翔宇 丁霞 高毅 王媛媛 李莹莹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并没有看到朱婷的身影 根据之前的报道 意大利科内利亚诺近日举行训练 参加了奥运的队员被要求于8月底前抵达 但是朱婷请假了 要10月份抵达 这次也没有出现在表彰大会 大家都猜测她会去西班牙进行康复训练 检查 毕竟她在奥运期间手腕也磕到了 希望她一切顺利 同时 女排队员们平时是我们的明星 但是她们也会追星 原来王媛媛 高毅看到了孙颖莎 直接索要了合影 看着小小个子的孙颖莎与高大的女排队员合影 真的很可爱 不过 有网友表示 我们这次成绩又不好 只拿到第5名 而巴黎奥运周期更是没有一块奖牌 怎么还能去奥运表彰大会呢 但是整个表彰大会是所有参加了奥运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都会去 不管你拿没拿牌 只是成绩不好的站旁边 成绩好的 特别是金牌多的 包括教练都站中间 而且实话实说 奥运第5名成绩没那么差 队员去了也正常 主要是害怕上面的人觉得这个成绩过得去 然后就留任蔡斌 然后蔡斌的特点大家也知道 洛杉矶奥运又一套阵容打到底 又不会培养新人 又不会临场换人 这才是最可怕的 那么下周期 女排彻底没戏 值得一提的是 下周期 中国女排有喜有忧 忧的是朱婷等老将退出 女排实力将下滑 但是 喜的是从后背力量来看 中国女排还是后继有人的 李晨轩 王奥迁 黄月鑫 张子轩等人 还是天赋很出众的 只要下周期的教练好好培养 女排还有崛起的希望 所以新赛季的主教练绝不能是蔡斌 否则 洛杉矶奥运肯定完蛋 而且主教练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如果依旧是蔡斌坐下周期主帅的 这些新人估计他一个都看不中 应该是还会选一些老队员进队 就是苦了这些好苗子 正在掌球的时候 遇到了不会培养新人 不愿意培养新人的教练